她不会做好饭才等我回家 不会留意的冷却坐在沙发 后来她是别人的妻子和妈妈 而我只不过娶了十八岁的她 她不会喋喋不休跟我吵架 不会打电话最最久等我回家 后来有谁去陪她直到白发 而她的十八岁已经嫁过了 她不会做好饭才等我回家 不会留意的冷却坐在沙发 后来她是别人的妻子和妈妈 而我只不过娶了十八岁的她 她不会喋喋不休跟我吵架 不会打电话最最久等我回家 后来有谁去陪她直到白发 而她的十八岁已经嫁过了